你好,我是M家希哈資生查獎人,培黎。 是這條片,我為帶你參觀M家展庭的景覽希哈獎2019。 Hi, I'm 培黎, Zeek Senior Creator M Plus. In this video, I will take you inside the current exhibition at M Plus Pavilion, Zeek Prize 2019. 您好,我是M家希哈資生策展人,培黎。 在這條影片中,我會帶您參觀M家展庭的展覽希哈獎2019。 梁碩的這個作品是用香港最傳統的、最常見的維修建築用的竹棚的工藝, 搭建了一個像中國古代的園林和山水一樣的一個建築空間。 這個建築空間有著一個小小的,用桃花所裝飾起來的一個入口。 這個有一點點像中國古代描繪的桃花園,一個並不存在的一個空間。 那麼人在這個空間裡面,它是與世隔絕的。 所以梁碩用這種竹棚的工藝,搭建了一個非常傳統的空間。 人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休息、遊玩、上上下下。 人在這個空間裡面,非常短暫地和這個外部世界處於一個隔絕的狀態。 那麼梁碩使用這個Scaffolding這個竹棚的工藝,其實從人類很早的歷史中就存在了。 那麼今天它又非常奇妙地保留在一個如此現代化的城市之中。 那麼這個竹棚隨著展覽的結束,它又會被全部被拆除掉。 一切就像沒有發生一樣。 所以這種山頂的風景,這種桃花園,都預示著一個短暫的和現實之間的隔離。 而這種隔離和疏離的態度,這種隔離和疏離的生存感覺,恰恰是梁碩的作品所期待營造的。